27日上午,金某媒体报道,韩国税务当局近日结束了对朱湘玉和韩采英等部分艺人的不定期税务调查,结果表示两人需追交上亿税款,且大部分艺人都需追缴,据悉大部分艺人比起故意逃税一般因缺乏税务相关知识导致追缴,因此税务调查后另被追征税金的可能性较大。 另外,上月韩国税务局表示,对涉嫌偷税漏税的YouTuber、艺人、职业选手等新型高收入失业者展开税务调查。